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 我們平常生活中也會遇到的問題 好 這是87年學測的問題 他說在寒冷的冬天 用手去接觸金屬器材 常會覺得比同溫度的木質器材冰冷 它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A 金屬的熱傳導係數比木材大 B 金屬的熱傳導係數比木材小 C 金屬的比熱比木材大 D 金屬的比熱比木材小 E 金屬所含的熱量比木材小 好 這個題目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 答案就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A 金屬的熱傳導係數比木材大 你現在呢 比如說現在室溫是25度C 那正常來講的話 應該這個房間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應該是25度C 包括木頭也是25度C 這個金屬也是25度C 可是你摸金屬真的會覺得比較怎麼樣 比較冷 那為什麼 因為你手溫的比較高 對不對 你摸金屬以後 金屬的溫度比你怎麼樣 比你手的溫度要來的低 那我們前面一開始有講過 熱會從溫度高流向溫度低 它很快的把熱導走 所以呢 你身上的這個熱被導走的比較快 所以你會覺得怎麼樣 相對來講會比較冰冷 好 舉個例子 比如說呢 像怎麼樣 像台北 這個夏天呢 可以到38度C 這個北京呢 夏天可以到42度C 可是你會覺得哪邊比較熱呢 答案是台北 為什麼 因為台北的溼度比較高 所以一旦你熱流汗 就汗排不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外面的溼度也很高 可是相對來講呢 北京42度C 可是呢 它的空氣比較乾燥 所以你一流汗呢 你會發現 你身上的汗呢 這個蒸發以後 把身上的熱量把它帶走 所以基本上呢 你到什麼 你到這個北京 即使它的溫度是42度C 你也覺得不會比較那麼的熱 可是台北呢 就是因為溼度比較高 所以你會覺得很悶熱 好 來 所以呢 這為什麼你摸 這金屬器材比較冷 那關鍵在於金屬的熱傳導係數呢 比較大 那我們前面呢 也有講到一個概念 很多人會說 老師 金屬的比熱不是比較小嗎 對不對 可是問題就在於這個比熱 跟熱傳導係數兩者無關 那前面呢 好 我用怎麼樣 我用曲線圖去證明過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各位 那我再舉個例子 那比如說 比如說 這我們講說水 它的比熱是不是1 對不對 那水的比熱是1 那1是怎麼樣 1是最大 對不對 水的比熱1 這個比熱值最大 那水的比熱是最大 所以它的熱傳導係數最小嗎 這也不是啊 對不對 這最小的話 好像熱傳導係數 這個水是最小 好像也不對啊 這木頭可能比水更不容易傳熱 那你說水的比熱是1 1是最大 所以這個水呢 它的熱傳導係數最大嗎 也不對啊 這金屬傳熱比水要來得快 所以基本上你說比熱跟熱傳導 這兩者其實沒有關係 那我前面也做了一個比喻 就什麼意思呢 這比熱是指吸熱多寡 這熱傳導係數是指傳熱的快慢 就像有人吃飯吃得很快 但吃不多啊 有些人是怎麼樣 有些人是這個台灣話呢 叫點點吃三碗公飯 意思是什麼呢 他吃得怎麼樣 他吃得慢 都不講話 可是吃得很多啊 所以這個是怎麼樣 這是多寡 這是快慢 那基本上這個多寡跟快慢 本身就沒有怎麼樣 就沒有必然性 那舉個例子嗎 這跑100公司跑得快的人 你去跑馬拉松就會比較快嗎 也不一定啊 這個長跑跟慢跑不一樣啊 對不對 這個是比快慢 這個是比怎麼樣 這是比這個多寡 所以這兩者之間是無關 所以這個題目呢 其實沒有什麼樣沒有什麼樣的爭議 就是金屬的熱傳導係數比木材大 所以我們才會怎麼樣 才會覺得你去摸金屬 才會覺得比較怎麼樣 比較冰冷 這個基本觀念各位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有